你用龔橋洗牌我會吐血 那先拿出我們這款家庭玉族的盒子 那我們拿出我們家庭玉族的盒子 然後呢取出裡面的配件 裡面有說明書 那我們等一下 就依照說明書來換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使用到的牌子分別是這兩套 然後呢 這個等一下會想解釋看它的 來這邊需要一個給你一個 兒童手冊 你是我現在我是家長 家長的話 是使用這個皮卡丘 然後你是兒童你使用這個閃眼王牌 所以等一下你的牌組就會是這套牌 然後我再來教你怎麼用 好 然後呢 我們要先 因為現在教學階段要教你怎麼打 我們先把這個 退掉 對對對對對 就把那個 送進套 給退出來 往下拉就好了 那 首先呢我們 準備 使用 等一下 等一下我的牌組會是後攻 就是 就是你先 然後我先 然後正常的對戰之中 應該是我們要剪刀石頭部 或者是 是硬幣然後去決定誰要先誰要後 好 那我們現在要放置牌組 就是我們把牌庫放在這邊 立一步是把牌庫放好 然後接下來呢 從牌庫上面抽出七張卡 這就是我們開始戰鬥之前都要從牌庫上面抽出七張卡 我們就這樣 四張 然後再拿三張 就這樣抽卡一樣 就從上面拿七張卡就對了 拿七張 嗯 開始比賽之前都是從你喜好的牌裡面去做出七張卡 然後就可以 拿起來看 拿起來看 然後拿起來看了以後呢 你找一下有沒有一個 寶可夢卡 然後呢他的左上角寫的基礎 嗯 有嘛對不對 那你把那一張卡呢 反面向下 放在這裡 戰鬥場上 放著 接下來呢 這就是戰鬥準備 我們來開始比賽 接下來放好寶可夢以後呢 將寶可夢放置背戰區 如果你手上還有其他 手上角寫著基礎的寶可夢 你可以再放到這個背戰區 這邊有五個 接下來再從牌庫上面挑六張 我們就挑出六張牌 放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算是六個個子的感覺 這樣子稍微重疊一下 這邊放六張卡 這個就叫做獎勵卡 就是當你打敗對方的寶可夢的時候 你就可以獲得一張 兩張或三張 這樣子 好了 準備階段就完成了 好 就像你手冊上面看到的這邊 有戰鬥場 排庫武將上卡 跟背戰區 好 接下來呢 自己的最初回合 好我們開始遊戲之前呢 我們就是這樣子 把戰鬥場的寶可夢 翻開 你就說請多指教 翻開 然後呢 因為呢 我們剛才決定的是 你是先攻的人 所以呢 可以抽 然後呢 你是先攻的人 你就可以選擇 你要拿出你的手牌 然後從牌庫 要做的事情都是 從牌庫抽一張卡 抽一張卡 你應該會抽到 什麼叫基本能量 對 基本什麼 一個圖案能量 就基本火能量之類的 所以這時候 你從你的手牌 可以附加一個基本火能量 給這個燒火供 為什麼沒用火 嗯 因為這裡是火牌 因為它是火器 你看它的技能 它是要火變圖案的 才能發燥 如果你填了別種 顏色的能量 它就不能使用這個造型 那我要放哪裡 那你就是 填能量的方法 你先把能量拿出來 然後呢 通常呢 我們可以這樣子放 我們可以這樣子放 對 我們可以這樣放著 或者是呢 因為有時候會放很多能量 我們可以這樣放著 或者是我們也可以這樣放著 反正就是 反正可以告訴我 它是放在它身上就好 嗯 每次我看得到突然就好了 然後呢 因為自己的第一個回合 不能做攻擊 也不能使用自願者 所以呢 你填完一張能量以後 你如果沒有基本的寶可夢 你有寶可夢嗎 沒有寶可夢 那就輪到我的回合 那我這邊抽牌 我會抽到一張水 然後呢 我會抽到一張水能量 然後呢 我可以附加一張 電能量給小貓怪 這是電系的能量 電系的能量 給小貓怪 然後因為後攻的回合的話 就可以使用造勢了 所以我使用小貓怪的第一招 咬 可以對你造成死電的傷害 因為它電能量對照這個電能量 是可以攻擊的 所以我就可以使用咬 咬你一下 我沒有這個攻擊 我就不能攻擊 對 你沒有能量就不能攻擊 那 一張是多少吃 一張是一個能量 喔 對 那我們現在因為你受到我這邊 攻擊10點的傷害 所以我就要在你身上放下 10 你受傷10 代表你還生70的血 好是嗎 我們要7 在這裡8 對對對 那你猜50 對我的血比較少 我猜50 好 接下來輪到你的回合了 你的回合開始的時候 是不是要先抽一張牌 沒錯 抽一張牌 那這時候你手牌 應該會有抽到一張 叫薩露德的技術寶可夢 對不對 沒有 沒有 因為我現在在教學階段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真的玩一次 你現在應該抽到一張薩露德的技術寶可夢 那你就可以把選擇放在備戰區 要正面 放下來的東西都要正面 對 沒錯 好 那接下來你可以從手中 再填一顆基本草能量 再給燒火功 因為 因為你看他的第二招 他只要一個火就可以做事 那這個空白的是什麼 這個白色代表 任何能量都可以當作他 所以呢 你想要打我20的話 你就可以 再多填一顆能量給燒火功 沒錯 就這樣放著就好了 那這時候呢 是不是能量都填好了 然後沒有要進化的東西 也沒有訓練加卡要用 所以你就可以使用攻擊 你可以使用第二招的 因為你有兩顆能量 你可以使用火花 那你用完一個能量 能量會繼續留著 它不會消耗掉 除非它被打死 那給你20 沒錯 你要給我20 就是我給你 我放一放 通常也可以自己放 都可以 反正用的放就好了 講到撤退的部分 我們也是每個回合 都可以撤退一次 用撤退這個功能 那你可以看到 右下角有一個撤退 有一個圈圈嘛 有能量數對不對 你撤退的話 要使用兩顆能量 我撤退的話 要有一個能量 兩個不知道的能量 兩個任何能量都可以 對啊 都可以都可以 就是白色就是任何能量 也就是說你這兩個 麻掉都可以撤退 那我只要丟一個能量 我就可以撤退了 那因為我快死 所以我要撤退 我就麻掉一個水能量 麻掉的 就掉 那我就可以撤退 撤退就把它推下來 然後換上你 備戰取的任何一隻 因為現在只有一隻 所以我就換上我的廁所魚 唉呀 讓我逃跑一下嘛 燒火功進化成分厭功 它是同樣的事情嗎 不是同樣的事情 它的血量 其實同樣是紅色 它血量不同 然後它是它的進化性 它的造勢也不一樣 那我怎麼知道它是它的進化性 你看這邊 看這個圖案 燒火 從燒火功進化 所以它可以從燒火功進化 別的啊 但是因為剛剛受傷還要留著 但是這樣子的話 代表它還有120滴的血 它血量就變多了 好 它還沒攻擊耶 你還沒有填能量 你可以將一張 基本火能量再填到它身上 它就可以使用第二招了 對 你現在等於有兩個火 跟一個草 草可以有 替代成白色的 可以啊 你可以把牌整齊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那你看喔 你現在已經有兩個火焰能量 跟一個 草能量可以代替這個 空白能量 沒錯 你會使用火焰功的 你要說你要用第一招 你用第二招高溫爆破 我用第二招高溫爆破 然後你就可以打100 嗯 跑100 對 你就可以調100的傷害 你也可以調250 有100的 去吧 對 然後呢 那因為呢 造成我100 沒錯造成我100的傷害 所以我血是規定的 所以我就死掉了 然後呢 你這邊 因為你打贏我一隻寶可夢 所以你可以從獎上卡拿一張 你可以挑一張 拿多傷害 隨便一張 好 那接下來呢 因為呢 我的寶可夢氣絕了嘛 因為我氣絕了 所以呢 我現在這邊 戰鬥場沒有寶可夢的狀況下 我就要推一隻 新的寶可夢上場 所以 我現在這一次 我就只能在推我只剩下 10滴血的小毛怪出來了 那10喔 對啊 那我只要用第一招 好 吐火 打我30 打我30會變成70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子 拍我一個 然後放上去70 然後我就死掉了 欸你死掉了 沒錯 其實 以流程來說 你就是在拿一張降上卡 然後呢 來確定 我沒辦法從飛戰區推一隻寶可夢 到戰鬥場 那如果沒有東西可以上戰鬥場 我就輸了 你可以看其他的東西 你可以看其他的東西 他全部都是能量卡 好 他不給我什麼 那我們就來一場正式的對戰吧 我自己喜歡 戰鬥開始 把這兩張牌打開 戰鬥的跟飛戰的都打開 那因為我是先攻 所以呢先攻 我抽牌 捕蟲少年 捕蟲少年 就是支援者就是能武 你怎麼可以做那麼多次 你怎麼做完這件事 因為物品卡可以無限使用 但是能武就是支援者卡只能用一個 那能量每個回合都可以點一次 對不對 你只要能進化 你都可以一直進化 YES OK正面呢 你要抓誰 你可以選 我先 我能量 好 你也可以能量 那用這個 好 這是上面寫什麼 補70 什麼 補70 這太狠了吧 剛剛打的又沒了 我想說我再打你一拳就好了 好 好 好 我可以攻擊了 好 你要什麼 第二招嗎 第二招100 第二招你打我100 嗯 那我就死了 然後但是你還有附加效果 看一下是什麼 恢復三思 我突然覺得打不死你耶 來給你送你 耶 我有思作了 你已經能量 我有三顆能量了 那其他事不能做 我打你80 瘋瘋瘋 重放衝擊 這什麼笑聲啊 好想把你這招去拍下來 手填一顆能量 給賈克人 我要比 不能換寶可夢 我沒有東西可以換寶可夢 你要抽到能量 我讀你沒有能量 應該不會有威克莫能吧 哇 死了 我在攻擊 你就死掉了 大家不好意思 掰掰 然後你拔兩顆就這樣 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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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